没错,2019轰动全国的莫过于柔佛巴西古当金金河遭化学废料污染事件 这种污染事件造成至少5800人出现身体不适 其中一名12岁男童更正式患上肌纤维参数导致行动不便 事件爆发后,外界都质疑当局在这起事件上出现应对缓慢的问题 不过卫生部长阻击菲利否认这个说法 经过检验后,环境部长杨美盈透露 在金金河中所发现的化学物质跟轮胎再循环活动有关 金金河爆发化学废料污染后,当地有111所学校受到波及,一度停课 警方事后也逮捕了11名嫌犯,并提控了其中3人 机管当局声称已经完全清理金金河内的化学废料 但这一年里,不时还是会传出附近的地区因化学废料而出现空气污染事件 我国新马半岛几乎每年都上演烟霾记 漫天雾霾,连呼吸都有一股烧焦味,让国人苦不堪言 今晚东盟成员国在2015年正式签署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议 但4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获得解决 我国今年的烟霾短时间内挥散不去 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了200点,迫使学校停课多天 尤其是沙拉月的情况最为严重 最高冲破了400点的危险水平 509大选让我国迎来了第一次的改朝换代 显示选民对西蒙有信心,让他们来领导国家 不过踏入2019年,大大小小的政策 加上政府部门的表现,似乎打击了选民对政府的信心 虽然国阵一口气在金马轮、世卯月和燕斗赢得不选 一些虽然只是在手土 但西蒙在世卯月这一战输了,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前朝政党的最大政党,巫统似乎看准了这一点 趁虚而住,与伊斯兰党的领导人合作 签署了全国共识合作宪章,宣告两党正式结盟 未来将携手应对来界大选 虽然行动党在山达根国习补选中首土成功 然而到了丹种彼爱国习补选又让国阵取胜 这一意似乎证明了巫统和伊斯兰党合作有效 有人认为前首相拿杜斯里纳杰以网红的效应起了很大的帮助 究竟是什么原因暂时还不清楚 接下来国阵会不会又胜选呢 我们期待2020年1月的第一场补选 金玛丽国习补选的成绩吧 今年8月一名15岁爱兰少女诺拉安妮奎林 跟随家人来马旅游时 住住森州一家度假村后 隔天上午被发现离奇失踪 没想到10天后传来的确实坏消息 森州警方随后证实 巡获的尸体就是诺拉 根据解剖报告 死因是因长时间没有进食和焦虑 最终导致长破身亡 案件没有涉及任何刑事成分 诺拉的父母事后基于女儿的失踪和死因 存在很多疑点 要求重新开档调查 13年前 轰动全国的蒙古女郎阿旦杜亚诈实命案 辞求阿斯拉最近入兵法庭 要求法院检讨2015年联邦法院 维持死刑的判决和重审案件 他在法定声明中惊爆 自己是受到前首相拿都西纳吉的指示 杀害阿旦杜亚的 联邦法院已经责定明年4月20号 临审阿兹拉的申请 地球不停转 新鲜事每天都在上演 下个视频让我们来告诉你 国内明年会有哪些新的政策 记得留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